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DeepTech的生物医疗编辑王欣凯 先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其实这张图片我给很多人看过 我给他们看的时候 我说这是一张外星人的照片 有的人信的 有的人不信 当然这其实是一个人类胚胎的照片 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 我们无法想象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这张图片中的状态发育过来的 刚才在来的路上 我看到一群大妈带着孙子在那玩 这小朋友很可爱 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发育过来的呢 有时候你自己再想想 当我看到这类照片的时候 我有时候就会陷入对生命的深深的思考 我也是这样的状态 我也经历了这样的状态 那我究竟是谁 我来自哪里 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当然对于生命起源的思考 比如说地球上第一个生命是从哪来的 地球之外有没有生命 其实这些问题太远了 目前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小时候我们也会问爸妈 我是从哪来的 有的爸妈可能浪漫一些 会说你是天上掉下来的小天使 但大部分的回答是说你是路边捡来的 其实人类对于生命来源的一个探索 从很久以前就有 大概公元前400多年 古希腊的医师西伯克拉底 他也被称为西方医学的奠基人 被称为医学之父 他当时提出一种讲说 认为母亲吸收的水分 塑造了婴儿的发育和成长 但这种观点现在看起来很幼稚 和我小时候认为就爸妈亲一下 就有了我一样幼稚 但是从那之后的2000多年的时间里 整个人类对于生命的发育 起源的探索 几乎没有太大的进展 直到显微镜的出现 黑胎才第一次知道有精子的存在 之后影像学的发展 医学的发展 整个生命科学的发展 大家才知道了黑胎发育的过程 一个细胞究竟是怎样变成了数十亿个细胞 怎样变成大脑心脏骨骼肌肉 最终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当科学家揭示出这个神秘感的过程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叹 这简直是自然界最无与伦比的壮举 没有之一 这就是科学家这么多年来 也就是大概几十年的时间里 揭示出来的这个无与伦比的壮举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谁也怀胎 但更准确的来说 其实是大概37周到40周左右 280天的整个生命的孕育的过程 在这个280多天的时间里 其实有很多 有几个还标志性的节点 也有很多有趣的现象 我们可以聊一下 首先就是当受精卵形成的那一刻 大概经过26个小时之后 受精卵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细胞 它会进行一分为二变成两个 之后的14天时间里 每隔12个小时 这些细胞就都会一分为二 也就是一变二 二变四 四变八 然后16 32 64 128 一直到第14天 第14天的胚胎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节点 为什么呢 有几个 一是目前人类所有的关于胚胎的实验 必须在14天进行结束 并把胚胎进行销毁 为什么呢 因为14天的时候这个胚胎它没有分化 每一个细胞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在体外的实验室进行培养的时候 它是可以很好的生长的 可是到了14天之后 你就发现 我很难为它模拟一个子宫内的环境 供它生长 这胚胎就长不成了 那长不成了这个胚胎 我不可能让它继续发育 而且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在于从第14天开始胚胎这个里边的细胞就开始发育出了神经系统 原始的神经系统 它是整个人类原始神经系统发育的第一天 那这就有一个很严重的伦理道德问题 如果在这之后我对这个胚胎继续培养继续实验 那你说这个生命它是不是已经我们称之为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 它是不是有意识了 那我再对它进行一个操作就会很严重的一个伦理问题 所以这是目前科学界这么多年来形成的一个共识 当然第14天之后进入第三周 往往我们所有人知道 就是当然是所有的就是新婚夫妻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时候往往已经是第三周之后了 第三周的时候胚胎就像刚才我们说了 它已经开始分化出神经系统了 与此同时 它在第三到第八周的大概五周的时间里 它会分化出各种各样的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神经系统 心脏血液 然后肌肉骨骼 所有的器官 所有的面部特征基本上都是成型 然后在第五周的时候胚胎就原始的心脏已经开始跳动了 第五周大概是什么时候 你可以想象就是第35天的时候 那个时候它原始的这个心脏已经开始跳动了 那这个时候胚胎有多大呢 就像一个小苹果籽一样大 你也可以说就像一个小米粒一样大 那个时候它已经有一个原始的心脏已经开始跳动 等到第八周的时候 这个胚胎就变成了一个像葡萄一样大小的一个形状 但这个时候如果你去观察的话 你会发现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面部特征 比如说眼睛鼻子耳朵 这些所有的这种面部特征都已经成型 而且定位 也就是说你那个时候去看一个葡萄大小的胚胎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完整的人 在第三到八周 这个细胞进行各种各样的分化 分化出各种各样的形状和功能的过程中 其实也是整个胚胎发育漫长的时间里边最为敏感的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外界环境的干扰 就不良环境的干扰 因素的干扰 都有可能导致这个胚胎发育后面的畸形 从第八周之后进入第九周 也就是从九到三十七周左右 这个漫长的时间里 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放大的过程 就胚胎基本上在这之前都成型了 下面就是整个等到第三十七周 可能到第四十周的时候就可以出生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虽然胚胎的敏感性 就是对外界环境的这种敏感性会下降 但我们也知道就是大脑和整个中枢神经的发育是很缓慢的 是伴随整个胚胎发育这个全过程的 所以在哪怕是怀孕晚期 孕妇的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抽烟喝酒 有的孕妇确实会这样 比如说外界环境的刺激 比如说物理的辐射等等之类的 其实都有可能对胚胎的这种婴儿未来的治理造成一个影响 当然科学家近几十年来对于胚胎发育这个过程的表面上的结实 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最壮观的这种过程的结实 但其实仍然有很多未解的难题 未解的奥秘无法被结实 比如说第三到八周的时候 每一个细胞就是从受精卵分裂出来的细胞 它本来是一模一样的 它们的DNA所有的序列也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些细胞从第三周开始的时候 它们是怎么知道在什么时候的什么地点 你要变成心脏 你要变成肌肉 你要变成骨骼的呢 它们是怎么知道的 而且是极其精确的时间 在极其精确的地点进行分化 分化成不同的形状 具有不同的功能 而且在这个漫传的过程中 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了一丁点的差错 导致了一个先生儿出生的时候 就面临着各种各样十分可怕的先天业疾病 这些都是一个未解的难题 在2018年4月 哈佛大学的科学家 就利用了最新的单细胞RNA测序技术 对这个过程进行了一个诚实揭秘 首先它们在斑马鱼的和非洲爪蛙 这两个动物模型的胚胎过程中 就在它们的胚胎发育的过程中 取出了上千个这种不同时间段 和不同位置的细胞 对这些细胞进行一个二人测序 这二人测序的意义 我们可以理解为 就是说大家都是一样的DNA 但是最终要分化成不同的细胞 它的基因表达图谱一定是不一样的 我对数千个细胞的二人测序 就能得到一个相对完整的 可以在发育的表达图谱 最终我就能知道是哪个细胞 在哪个时间点在哪个位置 变成了哪一类的组织和器官 最后科学家再利用计算机算法 比如说我们现在熟悉的神经网络技术 还有细胞荧光标记技术 给我们重建 就把之前的发现 给它重建到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 重建出一个画面 就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这种 每轮每患的陪在发育的照片 每一种颜色都代表着每一个细胞 它承担着不同的功能 对于未来的一个 发育成不同组织和器官的一个责任 你可以想象一个细胞变成数十亿个细胞 就以人为例的话是数十亿个细胞 在整个过程中 每一个细胞大概都有三十亿个碱基对 有数十万个基因 那现在科学家已经能够做到 对这些基因 对这些细胞的这种发育过程的认知 达到这种层面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对于生命的奥秘的揭示 已经认知到这个层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说 人类已经掌握了一些 可以逆天改命的医疗技术 就比如说 我们前面也讲到配菜发育的过程 如果孕妇在怀孕之后 那就去做一个产前筛查 就是我们所谓的产检 这个产检不光是一些问卷调查 还要做一些技术方面的操作 比如说从孕妇的胎儿的羊水里面 取出几个细胞 这几个细胞就是胎儿的细胞 我对它的染色体做一个分析 就能知道它是否 这个胎儿是否患有二十一三体综合征 这是我们说的那个 大家都很知道 很常见的那个唐氏综合征 那这就做到了 对新生儿先天性疾病的一个初步衰产 如果再进一步的话 我既然提取出来了 这个胎儿的一个细胞 那我对它的细胞做一个全筋骨的测序 那我就能揭示出来更多 关于这个胎儿未来生命的信息 这些信息包含哪些 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知道这个胎儿 从怀孕的那一刻 它就注定了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 这些疾病有可能是父母遗传过来的 也有可能是父母在怀孕的过程中 受外界不良环境因素刺激造成的 这是已经知道的疾病 在胎儿出生就会发生的疾病 那我们做产权筛查是可以把这些疾病给筛查出去的 那我们再进一步的话 对这个胎儿的全基因组做一个次序 我们还能知道这个胎儿在未来的一生里 他患各种癌症的几率有多高 他患各种精神类疾病 比如说精神分类老年痴呆的风险有多高 甚至我们能知道这个胎儿长大之后 他的酒量如何 他能不能长到一米八 他各高各矮长得好不好看 我们其实都能通过对他细胞的全基因组的一个分析 一个生命的一个解读知道这些信息 那这也就是我们能够做到在胎儿阶段 在这个胎儿未出生的阶段 就能对他未来的一生做一个风险预测 你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算命 也有这个说法 但还有一种更厉害的这种技术 现在已经发生的技术就是基因治疗 所谓基因治疗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 胎儿有可能在发育的过程中携带了一些父母或者祖辈 携带的一些基因遗传病 还有可能是他自己突变出来了一些 未来可能会导致他发生各种各样疾病的一个基因层面的突变 这就包括各种各样的癌症 各种各样的我们反见病 那这个反见病 其实我们说是反见病 但是全球来看的话 各种各样的反见病加起来 这种类有将近一万种 那如果放在全人类来看的话 现在各种各样的 甚至包括我们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反见病 它影响了全球大概三亿人口 那其实这个问题是要亟待去解决的 但是也可以说在前几年之前 目前所有的人类的医疗技术 对于先天性的疾病 对于一些反见病 真的是无能为力 每一个婴儿的出生 就意味着就是一个悲剧 已经注定了一个结局 但是基因治疗可以改变这一切 可以改变这种结局 它是怎么改变的 我们可以理解为 就是说当我们做 对胎儿做产前筛卡 对他的基因基因分析的时候 就发现了他的一个基因突变 我们知道是哪个基因出了问题 出了差错 那我们利用最先进的基因编辑技术 把这个基因给他纠正过来 把这个差错给他弥补过来 那这个胎儿说白了 就被我们给治好了 然后如果这个人出生之后 我们也可以对他的体细胞 进行一些基因编辑 对他的细胞进行一个改造 从基因层面的 这是最原始 最根本的层面做一个改造 那他这个所有可能发生的先进性疾病 或者是已经出现的这种罕见病 就有可能被治愈 包括一些症状被逆转 这些真的是已经发生的 已经出现的现在的医疗科技 但是也有一点就是这种技术 就基因治疗的这种技术 它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比如说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成本高 可能一例的治疗就要上百万美元 当然这个我们也相信技术的成熟和发展 一定会把这个价格和成本降下去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如果对胚胎的 胚胎发育过程中的胎儿 进行编辑的话 那它会有太多未知的风险 这个风险我们是不知道的 那它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 所以唯一一个例外就是2018年 11月份的时候 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他对一个双胞胎婴儿做了基因编辑 没有给他治疗任何先天性的遗传病 就给他人为的赋予了他能够先天性抵御 艾滋病的一个免疫能力 但是就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引起了一个巨大的争议和批评 当然对于这种打破伦理道德的红线的世界 并非他一人 就是说我们既然能够对胎儿做一个基因筛查 对他的全基因走进一个测序 我们能够预测他的未来的疾病发生风险 换一个角度来说 我就可以对他这个胎儿未来的智商做一个预测 他长大之后智商高还是智商低 他个子高还是个子矮 能不能打来球能不能进NBA 那这个时候父母是否有权利就决定说 我想要一个智商高的婴儿 那智商低的我就不让他出生 你有没有权利对胎儿做这样一个决定 还有就是我既然可以通过基因修改 对他的先天性疾病进行治疗 那我也可以让他本来是单眼皮 我把它改成双眼皮 本来个子矮我把它改成个子高 本来是黄头发我把它改成黑头发 直发改成卷发 那这样的定制婴儿会不会出现 其实这些技术我们虽然看起来很遥远 其实可能在19年 在美国的一些商业公司里边 做基因检测和基因预测的这些公司里边 可能就会提供这样的服务 最后一个很远的问题 我们可以畅想一下 大家对于转基因这个词都很熟 就比如说一个小麦 普普通的小麦和棉花 它就是一个小麦和棉花 但是我们有转基因的技术 可以让它具有抗汗抗病抗虫抗导服抗烙 各种各样的优良性状 那放到人身上是一模一样的 刚才说的基因治疗 其实就是对人的一种转基因 那我们不能保证 人类是否会对人类自己做转基因治疗 产生一些还能长出翅膀 能飞能够水里游的一种变种人 这种是可以想象的 但是就是如果仅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说 刚才提到的不管是变种人也好 这一切其实一点都不科幻 我还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刚学生物的时候 老师还说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 然后但是当我们毕业的时候 大家发现学生物的都找不到工作 但是其实在21世纪进入第20个年头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都会 尤其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都会突然意识到一点 就是生物技术的发展速度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已经诞生了一些可以逆行改变的医疗技术 这些生物技术和医疗技术的发展 已经让我们开始感到害怕 当然这一切的发生 我们尤其是这些逆行改变医疗技术的出现 我们不能否认它对于整个医疗 对于整个人类的一个最大的贡献 但是在这些技术成熟安全之前 所有对于这种新兴技术的一个伦理道德的担心 一个批评都不会是多余的 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在现在或者是在将来 都有可能涉及到这些新兴技术 这些逆行改变技术的一个选择 当我们面临这些选择 主动的选择或被动的选择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尤其是对于我们前面讲的这些技术的一个知情权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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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